我们今年山东的手法已经都拍出来了 有一些动作稍微有一点变化 但都不大 大家在看视频 好像都看得懂 但一旦做下去 整个身体姿势啊 种种的变化都没有很准确 然后也做不到位 那做不到位 即便位置揉对了 都在揉表层 甚至有时候都会用满里 把患者压得很痛 所以如何来看视频 然后又能够看出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拍的就是来补足 山东手法的不足 让大家一看 只要它哪里动作有问题 怎么看出来 然后就能够知道 山东拍摄的标准动作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姿势很重要 也就是你姿势做错了 你即便位置揉对了 但很多效果是揉不出来 那姿势是要用看的 第一个没有站好 他就做不出来 比如说这个脊椎 你站得太开 如果两脚站得太开 那这样就沉不下去 沉不下去 你自然就没有办法把力道透进去 比如说你站得太开 那或是脚不弯就直接站死 那这样就揉表层了 就没有办法揉进去 那你要揉进去的时候 你势必要弯 但因为你站得开 如果遇到上背部不用很大力 这样你勉强可以做出来 但是如果你做到腰部的时候 你要再进来你就比较困难 因为你这样张得太开 这样它下沉的力量不大 那你看如果我们乙间同宽 这样的上下幅度就变大 所以可以把两脚扳开之后 然后两脚是八字形的 外八字 外八字形的 然后这样又可以蹲低 那落差大 你就可以很深沉的揉进去 那这样就可以揉到很深沉 那如果你张得太开 你这样再张开 那个力道也透不进去 因为它落差小 所以你不容易进去 所以还是第一个 就要强调姿势 所以要揉到深 然后又患者没有压力 然后又感觉轻柔 势必姿势一定要强调 那姿势有几个最重要原则 就是譬如如果用轴的功绩 特别要强调 这里九十度 这里也要九十度 同样你揉脊椎的时候这里 这里也要九十度 这里也要九十度 它都是一致要求的 然后再来还要注意的就是 轴一定要对胸 你身体为什么要这样靠过来 移过来 也是为了怎么样 轴对胸 但移过来不是说 你下盘不动 而上半身过来这样就行 而是整个身体移过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膝盖 一定要围蹲 这样才有办法移过来 那这样就能够轴对胸 那也不能这样好像在胸了 但你拿超过九十度 或是拿高了 然后身体往后退了 这时候轴会对头也不对 轴一定是对胸 不管从上面看下去也是轴对胸 从正前面看也是轴对胸 这三个要者一定要把握住 这是最基本原则 那姿势只要一变化一错 那接下来的所有动作也就错 所以最重要要看学习者 第一个站姿 站的位置 比如说他要揉整骨下眼 他站这样 那斜了就不能做出来 或是他即便站对了 但是因为他要把弓箭布拿出来的时候 他这里又失去平衡 因为他把脚跨出去 他又没有这一脚去平衡 没有往外往后拉 这样身体还是保持中正的话 他也是做不出来 所以姿势就是站姿 就影响到你后来的 第一个要求学习者的站姿 第二个要看他在做的时候 身体有没有歪掉 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这些姿势做不到位 其实他揉的都是表层 表示一些比较难做的 痛点在深层的 这些通通就做不出来 所以这样学习有一个好处 如果你姿势做对了 不但可以把患者做出来 而且在培训也很快 可以看出对方有没有错 因为从这些基本原则 他只要有犯 你就知道他有错 那这样在原始点 他的学习过程中 彼此就可以互相纠正 那这样更多人要学习 就更快了 那以后如果有人只要看到 他姿势错了还在教 那很明显 你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所以这一套手法 我姑且明知为 手法变真为 然后这一套 这样可以补足 我们山东的一些补足 每一遍 一pack 方面 交易 前端 ス・ wild 海光 洁 传绸